好了 繼續來到台中市 中山地政事務所 只能發行到經民的衝突 當市區有兩個地主 跟這個十二的社員的民眾 因為土地中央的問題 就怕財團來勘地 所以希望地政所再一幫忙 但是不得到費用 他們不願意離開到地政所 所以警察不得不得要 強制來看人 全民眾去衝突 這都社員的 雷明猶地鄉的行政 任金蓮 是精術極動混在地 向緊急送便宜 公共民眾精術 對警方也不客氣 警察暴力 警察暴力 本來站下的雷明猶地鄉的行政 任金蓮 人耍鄉鄉分勤 地點就在中山地政所 報名的政府平常 因為中央問題 兩人當市區地主的土地 被委任當市的新增的中央環圍 未來最強硬的政治態度 其中一個地主主義的李連鋒 還給土地開發相關 黃主密有答應說 要幫我跟總統化會協調 十二月四日要幫我協調 但是才十到之前要幫我協調 我就一直等到現在 他都沒有幫我協調 所以我今天才來就是 在請問黃主密 總共來了十五個人 他們就把電梯給捨住 這中間就拉扯 所以現在就就就就腳去拽著啦 警察可以在裡面吃 我們卻不行 不讓我們把便當拿進來吃 就讓我們活活的再餓 十個報道民眾到現場越晚 人越多 他們也說中山地政所 要求地政局主任秘書出面到三天 政台地政學教授 齊謝營也到現場黑暗 要不對方不出面 半月十多點多 幾方將所來控制民眾 都總共吵架 我總共吵架 面對這個事情 地政局回應說 當時主辦中尉是輸人中尉 地政局只是依法行政而已 也說會跟地主還協調 用到相方無共識 這個事情僵硬要再吵